我们家小宝宝特别的迷 这个迷小圈 迷小圈上学季 每天睡觉之前都会召唤天猫精灵 天猫精灵迷小圈上学季 然后天猫精灵里面就会播这个故事 这是他的睡觉睡前故事 这个很很意外 我以前给他讲什么孙静修爷爷的故事 什么凯叔讲故事 他都不要 他要听这个迷小圈上学季 而最近央视八套和腾讯视频正在热播迷小圈上学季 真人剧 其实这个真人剧播出来 我就能够猜得到 因为我们家对这个戏 对迷小圈上一句 实际上是非常反感的 他觉得迷小圈并没有教会这个孩子一些好的东西 而是教了孩子很多不好的东西 让他这个动的都是歪脑子 迷小圈非常聪明 但是呢 迷小圈聪明聪明在歪处 邪处 但是这样的形象呢 也让这个现在的小孩呢 特别的喜欢 虽然具备个性啊 就是积极向上却有一些小毛病 不是别人交口称赞的别人家孩子 却是心中家中暖意融融的小毛头 这样的形象 那其实我们家这个小朋友也是很以迷小圈为偶像 很喜欢迷小圈 那其实迷小圈上学季 对家庭校园生活的细腻还原 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 那他在这个戏里面的很多家庭的冲突也挺有意思 让观众呢 觉得特别的亲切 应该说这个很多成年人呢 也调侃这部电视剧叫电子榨菜的功效 甚至开玩笑说 这小学生看着有点幼稚 大学以上刚刚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作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看过的你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